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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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我平时见过的东西出来 有时候可能见过的颜色 有个地方好像跟哪个地方有相同的东西出来了 这个挺有意思 所以我就将这个方式想法 就开始创作大张的画了 就搬到那个大张油画布上面 就创作这一类东西了 所以一路走过来 就到现在为止 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做一张大张的画了 我这张画画完 可能我的看法跟观众看法 因为我纯粹为我自己内心去画 所以没有去想观众的 所以它产生的效果只能是我明白 但是当我挂在墙上面的时候 观众看的时候 可能他们又有另外一种看法 这是正常的 所以我的作品挺有意思 你可以怎么挂都行 不管你挂哪个方向都好看 都有意思的 所以每个观众在我画上都找到 它自己的心理东西 这个就是潜意识的魅力 画面的效果也是无意识出来的 当你画面用一种东西去画画面的时候 画完一次 再画完第二次 用第二种再覆盖的时候 就产生一种重复不同的色彩感出来了 所以当你将这个画面在揉合之后 用一种影像去揉合之后 画到最后平面的时候 因为我画是平面的 但是你挂起来看的时候 没画完之前你画中间的时候 它会产生不同的空间在里面 所以当你画完以后 全部一个色的时候 它就没有了头像了 有开始有意思去画这张画 但不知道呈现什么东西 不知道什么时候玩 玩的时候 我可能画了这个张画 已经画了几个礼拜了 还没完 所以一定要等它 玩的时候 什么时候玩 怎么定义是没办法讲的 你就是画完了 我心里觉得不舒服 我可以再画 所以有的时候画完是 纯粹我自己的心理 我感觉画完了 就感觉画完了 不强化了